有關中東景的議題啊 還是在社會各界一起很多的波蘭 其中他的團隊所說的一句話 不只是一個國內的笑話 甚至已經成為一個國際的笑話 甚至會擔心南非的人士會來抗議 因為他竟然把自己過去坐牢的經驗 育成一個類似南非的曼德拉 事實上國際社會不會有人把曼德拉 稱為所謂更生人 可是現在啊 竟然中東景的團隊 會鬧這樣一個笑話 只為了幫中東景來擦肢磨粉 這樣一個是一個很大的外交上的一個很重要 對台灣負面形象的一種呈現 1996年的1月24 新竹市的一間叫做百紅汽車公司被槍擊 臭傷的是汽車公司的負責人 叫做中朝平 中朝平被三名歹徒持槍歹徒射穿左大腿 在新聞裡面有一個關鍵字啊 中朝平送醫脫離險境後 不願說明被槍擊的原因 但是警方透露 這個跟賭債糾紛有關 如果這個中朝平就是中東景的話 那我們今天算是幫他討公道啊 你當年為什麼被開槍 我會賭場的糾紛是什麼樣的糾紛 這個我想你應該要說清楚 講明白 要不然萬一這個中朝平 他如果當了一線之長 以後可能開槍的地方就在先政府 如果他又是苗栗的曼德拉的話 那曼德拉被開槍就更嚴重了 被開槍的到底是不是現在的中東景 第二個這個槍擊案到底是不是跟賭債的糾紛有關係 第三個中東景到底過去有沒有開設過賭場 第四中東景現在還有沒有在做高利貸 最後在這些問題上 我們希望中東景不要再躲在發言人或者是總幹事的背後 因為這些問題發言人跟總幹事他們不會了解的 最了解的就是你的就是中東景本人 中東景應該親自的站出來回答 而且我必須說如果有說謊的話 中東景願不願意退出這一次的選舉